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程序员修炼之道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十七 圆满控制 进步远非由变化组成 而是取决于好记性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被背叛重复过去 George Santayana Life of Reason 我们在用户界面中 选找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Undo界 一个能原谅我们的错误的按钮 如果环境支持多极撤销 Undo与重做Redo 那就更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回去 撤销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错误发生在上周 而你那以后已经把计算机打开关闭了十次呢 哦 这是使用圆满控制系统的诸多好处之一 它是一个巨大的Undo键 一个项目级的时间机器 能够让你返回上周的那些太平日子 那时的代码还能够编译并运行 圆满控制系统 或范围更宽泛的配置管理系统 追踪你在圆满和文档中做出的每一项愿动 做出的每一项变动 更好的 更好的系统还能追踪编译器及OS版本 有了适当配置的圆满控制系统 你就总能够返回你的软件的前一版本 但圆满控制系统SCCS 我们使用大写的SCCS 只称一般的圆满控制系统 还有一个叫做SCCS的具体系统 该系统最初随AT&T System vUnix一起发布 能做的远比撤销错误要多 好的SCCS让你追踪变动 回答这样的问题 谁改动了这一行代码 在当前版本与上周的版本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这次版本的 在这次发布的版本中 我们改动了多少行代码 哪个文件改动最频繁 对于Bug追踪 审计 性能及质量等目的 这种信息非常宝贵 SCCS还能让你标识你的软件的各次发布 一经标识 你将总是能够返回 并重新生成该版本 并且不受在其后发生的变动的影响 我们常常使用SCCS管理开发数中的分支 例如一旦你发布了某个软件 你通常会想为下一次发布继续开发 与此同时 你也需要处理当前发布的版本中的Bug 把修正后的版本发送给客户 如果合适 你想要让这些Bug修正合并进下一次发布中 但你不想把正在开发的代码发送给客户 通过SCCS 在每次生成一个发布版本时 你可以在开发树中生成分支 你把Bug修正加到分支中的代码上 并在主干上继续开发 因为Bug修正也可能与主干有关 有些系统允许你把选定的来自分支的变动 自动合并回主干中 原码控制系统可能会把他们维护的文件 保存在某个中央仓库 Repository中 这是进行存档的好 这是进行存档的好候选地 最后有些产品可能允许两个或更多用户同时在相同的文件级上工作 甚至在同一文件中同时做出改动 系统随后在文件被送回仓库时对这些改动进行合并 尽管看起来有风险 在实践中这样的系统在所有规模的项目上都工作良好 提示23 Always use source code control 总是使用原码控制 总是即使你的团队只有你一个人 你的项目只需一周时间 即使那是用过就扔的原型 即使你的工作对象并非原码 确保每样东西都处在原码控制之下 文档 电话号码表 给供应商的备忘录 Make File 构建与发布流程 烧制CD母盘的shell小脚本 每样东西 我们例行公式地对我们敲入的每一样东西进行原码控制 包括本书的文本 即使我们不是在开发项目 我们的日常工作也被安全地保存在仓库中 原码控制与构建 把整个项目置于原码控制系统的保护之下 具有一项很大的隐蔽的好处 你可以进行自动的和可重复的产品构建 项目重构机制可以自动从仓库中取出最近的原码 它可以在午夜运行 在每个人都很可能回家之后 你可以运行自动的回归测试 确保当日的编码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构建的自动化保证了一致性 没有手工过程 而你也不需要开发者记住把代码拷贝进特殊的构建区域 构建是可重复的 因为你总是可以按照原码将给定日期的内容重新进行构建 但我们团队没有使用原码控制 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听起来这是个步道的机会 但是在等待他们看到光明的同时 也许你应该实施自己私人的原码控制 使用我们在附录中列出的可自由获取的工具 并确保把你个人的工作安全的保存进仓库中 并且完成你的项目所要求的无论什么事情 尽管这看起来像是重复劳动 我们几乎可以向你担保 在你需要回答像你对XYZ模块做了什么 和是什么破坏了构建这样的问题时 它将使你免受困扰 并为你的项目节省金钱 这一方法也许还能有助于 使你们的管理部门确信 原码控制确实行之有效 不要忘了SCCS也同样适用于你在工作之外所做的事情 原码控制产品 FluA271也给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原码控制系统的URL 有些是商业产品 有些可自由获取 还有许多其他的产品可用 你可以在配置管理FAQ中寻求建议 相关内容 证交信 纯文们的威力 全都是写 写作的写 挑战 即使你无法在工作中使用SCCS 也要在个人的系统上安装RCS或CVS 用它管理你的宠物项目 你撰写的文档 以及可能的应用于计算机系统自身的配置变动 在web上有些开放原码项目的存档对外公开 比如Mozilla KDE 以及GIMP 看一看这样的项目 你怎样获取原文件的更新 你怎样做出改动 项目是否会对访问进行控制 或是对改动的并入进行裁决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